答案要這幾齁 這題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這題有幾個小於 有兩個小於對吧 所以說這題麻煩你把它分成幾部分來算 兩部分 所以說第一部分麻煩你先算誰 5x-4 小於幾x平方 先把它算出來 之後第二部分再去算誰 再去算x平方 小於等於2x加3這樣行不行 之後麻煩你一件事情 把這x平方移過去好不好 變-x平方 加上5x-4 小於0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好不好 行不喜歡領導技術不好不喜歡 把大家同等幾-1 變成x平方-5x-4 這時候小於變什麼大於0 麻煩你把它抓起來因式分解 變成a-1 ak-4 大於0 寫到這邊不管大於小要先看什麼 等於0 等於0 x1或是幾 4 麻煩你4大白 右邊 1小白左邊 大於0 取這兩個數字的什麼 兩邊 所以說寫答案 x要嘛小於1 或者x加大於4 然後有這兩個 這樣行不行 那這也是一樣 麻煩你把這邊移一下好不好 變成x平方-2a-3 小於等於0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是把它抓起來因式分解 a-3 a可以加1 小於等於0 好不好 不管大於小於先看什麼 等於0 等於0s是3或是7 不1 好不好 3大白 右邊 不1小白 左邊 請注意聽 這邊是有什麼 有等於 所以說這兩圈線畫什麼星 10星 小於7 中間 所以說答案是 a-3 到-1的中間 行不行 寫到這邊時 麻煩你第三個 麻煩你把這前面兩個條件綜合起來 這樣行不行 那你觀察一下我第一組答案告訴我說 我x要比誰大 比4大 對吧 或者x比誰小 比1還有小 所以說第一組答案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齁 同一組用同一個顏色 來 第二組答案強調 ak只能接3 3 有等於要加10星 到其之間 負1 負1大概在這 ak接3到負1之間 所以綜合起來 對吧 因為我的s平方 又要比他小 又要比他大 所以說我s平方 是夾在這兩條件之間 中間 所以說答案哪一塊 取這一塊 看行不行 好不好 所以說寫答案 x小1 但是聽好 大等於多少 負1 對吧 可不可以齁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ok